记者林晓云台北报道,全校有4成以上的弱势学生,云林建伦被相封荣国校88名学生,因为校长李秉承的缘故,有了不一样的贵人相助,20多位新加坡志工利用自家自费,连续3年,4次为封荣国校学生举办营队,不只关心孩子,甚至还进行家访,带动家长参与。 封荣国小因此获得教育部校园有善奖卓越学校的肯定,校长李秉承受访表示,志工远从新加坡来台湾,用自己的年假休假,为封荣的孩子们付出,激励封荣的老师们更加愿意为孩子付出。 李秉承表示,他就读中正大学教育学博士班的同学,多年前去新加坡参加学术研讨会认识了这群新加志工,他们想要帮助台湾偏江的孩子,选择了丰荣国校。 偏江学校的弱势升很多,在104年举办首届英语学习品格营队,志工们年纪从20、30多岁到70多岁都有,他们自掏腰包来台湾,事前工作准备得非常用心。 到学校时,马上可以叫出小朋友的名字,让孩子们很惊喜,营队也办得非常愉快。 李秉承表示,志工们观察到有些孩子情绪有些困扰,于是第二年举办AC成长营,发现孩子进步很多,因为新加坡学校与家长的互动非常密切,志工们还帮家长办亲子成长营,沟通很多观念。 去年则开始进行家访,与家长建立关系,为一个家。 停的家访,志工们要先准备二个小时,再访谈一个半小时,还从新加坡带来孩子的衣服,平常则跟孩子用脸书直接沟通。 李秉承表示,丰荣的孩子们都认为有很好的朋友或家人住在新加坡。 新闻上听到新加坡,大家都会很关注,彼此建立很好的关系,也带动孩子的自信。 有志工被外派去东京工作,今年也非来台湾参加丰荣国小的毕业典礼。 不只是为孩子付出,对于不易打开心房的家长,新加坡志工们也和家长变成很好的朋友。 有些家庭基本生活条件不足,志工们会为孩子买书桌,有家长的门坏掉了。 志工们把旅门和旅窗都修好,如果是寒假来台湾,还帮贴春。 连每次来二十几个人,一次来要花三十万元。 李炳成表示,志工们曾带孩子去高雄进行三天两夜的文化学习,也曾带着家长和孩子一起去参访嘉义故宫。 更感动的是还为孩子加强克服,做事态度非常严谨,有计划和有秩序。 教育部今天表扬友善校园讲颁奖,共有八所卓越学校,四十五名杰出人员获奖,台湾师范大学退休副教授黄行会长期推动性别平等教育工作,台大电机系副教授曾雪峰则举办跨科系大型活动,扮演台大学生的终身导师角色等,均或教育部公开表扬。 there is a右, now let's go,。